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第三集 以世界资格的诉说 《圆神没双子》剧情 4.7魔神任务 第四章第六幕睡前故事 旅人章何集 一丸节 你看那边的秋秋人 之前不是还格外躁动不安的吗 现在怎么又变得格外安静了 在新的世界 他们告别蒙尘的太阳 终于不再思考那些苦难 不必再甄别关于亵渎的概念 以此为代价 灵魂变得纯净而透明 你听到了吗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 语气有些温柔 是那个声音安抚了这些秋秋人吗 搞不懂 再到别处看看吧 还有这边的秋秋人 他们也安静下来了 看啊 你我都在呢 我们换回了无尽的时间去爱 悲伤时 也不需要再握住任何一滴眼泪 这里这里 他们难道是睡着了吗 在最后 他轻轻地说道 安睡吧 父亲 安睡吧 我爱的人们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们不再区分彼此 好像诗句 又好像故事 至少 这些秋秋人不再躁动了 是些好事 维摸庄这下安全了一些 先别管求求人了 戴英说 趁现在说不定可以找到那个失踪者 抓紧去维摸庄吧 阿玛兹亚爷爷 你们没事吧 附近的深渊教团好像在活动 深渊教团在活动 这倒是头一次听说 谢谢你们的关心 至少在我看来 今天的维摸庄一如往常 是吗 那就好 对了 今天我们不在的时候 有发现什么关于失踪者的线索吗 失踪者 你们指的是谁 谁失踪了 就是 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那个维摸庄的年轻人呀 还去蓄密的冒险家协会发布了委托 若不是接到那个旅人委托 我们也不会到维摸庄来 实在 实在不好意思 你们先不要着急 有可能是我年纪大了 忘记了什么 但至少此时此刻 我对你们所说的这些事都一概不知 不如你们再找别人问问看 怎么会 好吧 真是打扰你了 阿玛基亚爷爷 肯定有蹊跷 我们之前刚和阿玛基亚爷爷聊过那个失踪者的事 不可能今天就突然忘记了呀 你怎么看 难道说 维摸庄的大家 关于失踪者的记忆又被抹除了 也对 能造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该有许多 再找别人问一下 失踪者 失踪者 谁啊 哦 果然也是这种反应嘛 就是那位你还夸过他的 经常和你聊天的小伙子 二十多岁 你说他又和善又热情 哦 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 你确定吗 现在想起来了 我很少对现在的年轻人评价这么高 如果你确定那是我给出的评价的话 答案应该就只有他了 不会错 可你们为什么说他失踪了 哦 我刚刚才看到他和别人一起出村去了 应该不会走还原 奇怪 巴兰还记得他 甚至刚刚还见过 让我想想 难道说并不是记忆出了问题 而是我们回到那个人失踪之前的时间了 就像大慈师王当初那样 所有人都不记得他了 涉及到了记忆的变动 如果是时间倒转 我们回到了他失踪之前的时间 就能解释聪明为何说他没有失踪 只存在于记忆中 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 如果是在某人记忆里的话 回到过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现状应该和地脉扰动有关 不对 巴兰还是记得的 只是忘记了他失踪的事 我们在某人的记忆里 对啊 我怎么忘记地脉扰动的问题了 就像你上次进入了薛青的记忆一样 我们现在也身处某人的记忆中了吗 而且这么说的话 也能够解释这里的时间点 为何是那个人失踪之前的过去了 毕竟是记忆嘛 是啊 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 现在终于有机会找到他了 可是刚才巴兰说 他和别人出村去了 这些要到哪里找呢 也不知道地脉扰动现象会持续多久 时间够不够 这里是谁的记忆 也还无法确定 嗯 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了 我们之前基本确定了 失踪者所拥有的能力是 对 就是这个 如果从他能力的角度出发 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让我们更接近他呢 比如 这种能力会不会有什么破绽 那些记忆中的场景 应该都在维摩庄或者维摩庄附近吧 是否能够超出这个范畅 还尚未可知 如果记忆中的时间会流逝的话 更容易产生于原本记忆的冲突 违和的感觉会大大提高 轻身经历产生的记忆 和被投放进大脑的记忆 毕竟有所不同 或许具有某种时效性 不对 已知情报中并没有能够佐证这一点的信息 怪不得 我发现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 天空的颜色一直没有变过 说明这里的时间也没有流逝 这就是投放记忆这种能力的破绽吧 由于记忆是被额外植入的 也就相当于是 被植入者一天二十四小时以外的时间里发生的事 如果这段记忆里的时间还会流逝的话 就很容易察觉到异常 比如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 为什么我好像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做了两件事 为了减弱这种违和的感觉 他只会取一个时间点来投放记忆 而非一个时间段 天空的颜色和他曾经描述的时间点一致 但因斯雷布刚被投放过一次记忆 难道说其实不止一次 本来还以为村长忘记了他 原来只是还没到发布寻人委托的时间点 不对 再好好想想 不对 再好好想想 哇 我想起来了 阿托莎是这么说过 这么说来 好像每次和他聊天也都是在这样的黄昏时分 在记忆里 时间会变得很慢很慢 有时候感觉明明聊了很久很久 可是天却还没有暗下来 没错 这就是关键了 这里毫无疑问就是阿托莎的记忆 嗯 他和阿托莎一定在那里 所以杰叶婆婆呀 真的是年轻时候当傭兵养成的口皮 并不是要故意吓唬孩子们 嗯 对了 感觉总是我在分享我的事情 你呢 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吗 那个 实在没什么的话 就比如 嗯 谈谈对我的感觉 你 你是一个虽然坚强 但又十分细腻的女孩子 你会遇上很多很好的人 拥有很幸福的生活 不再惦念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嗯 那边的是你的朋友吗 记忆里的阿托莎 这时候还不认识我们吧 哦 算是吧 是我的朋友 他们应该花了一些功夫才找到我 所以说 实在很不好意思 阿托莎 这个话题 我们未来再继续吧 我要先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了 未来 哦 好的 那我就先回魂魔庄了 我们下次再聊哦 很高兴见到你 旅行者 我们应该是初次见面吧 深渊教团的创始者 打破了不死诅咒的男人 在那极度的悲伤之中诞生 他将会成为命运的之机 窃取了深渊力量的卡瑞亚五大罪人之一 戴英的哥哥 不对 再好好想想 你是 卡利贝尔亚尔伯利奇 呃 你认识我 真是令人惊讶 我明明没有见过你 哦 我明白了 是记忆吧 通过你血清的记忆 见到过那个时期的我 这里是阿托沙的记忆 本来 我是想来向他道别的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聊吧 至于道别的事 就稍微留下些信息给阿托沙好了 阿托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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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你面前的我 不过是命运的织机中残留的一个意识罢了 至于命运的织机 则是可以用来编织地脉的机器 起初只能用来创造和投放一些记忆 随着命运的织机逐渐完成 效果会越来越强 只是可以编织出真正的地脉 而当命运的织机彻底完成 能够编织地脉的一刻 低层次的影响记忆的能力便会消失 从而成为真正世界级的工具 在命运的织机完成之前 操纵这台半成品的权限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毕竟我曾为他献出生命 那个呀 擅自给大家添加了那些记忆 的确是我的错 给你和维莫庄的大家都添麻烦了 不好意思 我只是 想让他们感觉 有我这样一个人曾经存在过 就好像 我活过一样 我知道你此刻应该在想什么 应该会觉得我在做毫无意义的事吧 可是我真的 真的 好不甘心啊 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我活过的话 如果我拥有属于我的人生的话 在人们眼里 我会是个怎样的人呢 阿玛茨亚爷爷 巴兰 结叶婆婆 还有阿托莎 没有灾难 没有诅咒 只是在世界上一个安宁的村落 和大家平静的生活 会是什么样呢 我很好奇 所以自私的 想要试着拥有我自己的人生 哪怕 哪怕只是靠人们的记忆去拼凑出来 拼凑出我好像在世上活过的样子 想必是应该很丢人吧 毕竟 我早就应该死了 我的生命在八岁年年就结束了 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长大 唯有精神上的年龄在虚无地增长 就连我现在的这副样子 也只是照着父亲的模样幻想出来的 我长大以后的样子 我知道 但是我无法做出任何回应 如果可能的话 如果我在现实中存在的话 我也想忽然站在大家面前 吓大家一跳 嗯 你说 默光之剑戴因斯雷布大人 啊 他那边应该已经结束了 不需要再过去了 嗯 我原本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 而现在可以像这样在意识空间 与你对等的谈话 原因只有一个 命运的之机 已经完成了 不需要担心戴因斯雷布大人 他现在很好 之所以会失去眼睛 只是因为刚好被我猜到了他的想法而已 那颗眼睛从一开始 就一直藏在戴因斯雷布大人的体内吧 所以他原本的计划 应该是将计就计 将深渊教团引到虚假的藏宝地 并得到再次面对公主殿下的机会 而至于耕地基的眼睛 他交给了你 并让你先行离开藏宝地 如此一来 戴因斯雷布大人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又保证了眼睛的安全 非常周全的计划 是的 那是因为 他自以为已经交给了你 在你们进入藏宝地之前 等等旅行者 啊 事不宜迟 我们赶快进去 在那一刻 我投放了内容为 戴因斯雷布将眼睛交给了旅行者的虚假记忆 由于当时情势紧张 戴因斯雷布大人信以为真 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 抱歉 我必须要让命运的知己完成 为此我们需要那颗眼睛 我没有任何掩饰的意思 但我的确不清楚公主殿下的目的 提瓦特的地脉体系深深根植于星球 创造新的地脉 既无法替代 又无法延展 在殿下可能存在的计划面前 我太过渺小 无法窥视其全貌 但至少 我已经用命运的知己 完成了自己的目的 嗯 你还记得吗 我的父亲 克洛达尔·亚尔伯利奇 你应该在记忆中见过他 那时作为秋秋人的我 被深渊的力量换回了神志 在那一刻 我的精神上面对着难以言喻的恐慌 而父亲有一个故事安慰了我 他说这里是童话的王国 我只是变成了小怪兽的模样 哪怕只有一瞬间 那确实消除了我的恐惧 如今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在命运的知己近乎完成的时候 创造记忆的机能达到最强的时候 有我 向全部的秋秋人投放一段虚假的记忆 记忆中 我会学着父亲的样子 给他们讲一个 关于童话 关于爱 也关于我们的故事 我做不到改变世界 我做不到改变世界 对我来说 这是我能想到最值得去做的事了 啊 作为命运的知己中 残存的一缕意识 我本应早就消散了 是这个目标支持我撑到了现在 但 如今 我讲完了睡前故事 也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 是吗 好 没能赶得上见卡丽贝尔最后一秒 卡丽贝尔的意识已经消散 在这里 也变成了即将消失的无主空间 你我都不应于此存在 也就无法触碰彼此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也很想拥抱你 我们随便聊聊吧 能有机会像这样停下脚步 和你放松的聊天 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 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刚才那场战斗可真是够强 哦 我是说我和戴因 想不到如今 她向我挥剑的时候仍会有所犹豫 否则我恐怕依然不是磨光之剑的对手 五百年前更是如此 是啊 命运的直击 我目前也还没有找到 将她的作用完全发挥的方法 不过我还有时间 在天理苏醒之前 从五百年前卡瑞亚灾变以后 天理便陷入了沉睡 没有了声息 不久之前 你应该也见证了水神自毁神座的事吧 如此辱目规则的行为 天空倒却没有任何动作 也可以视作一种佐证 然而天理必将苏醒 只是我们还不清楚契机是什么 也不清楚理由会是什么 算是吧 你看啊 就像卡丽贝尔 她是那么的单纯 和此处她内心世界的空间一样 简单而又平静 就连她作为秋秋人士 摘下面具后 在镜子中看到的东西 也无法污染她的精神 有些人即便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也能够治愈他人 可又是谁 剥夺了她存在的资格呢 当然 这只是一个例子 我对天理的感情 并非三言良语所能说清 空 在这个世界 只有你会这样教我 本来应该有无数的问题想要问你 但现在 又忽然没那么想问了 因为我搞不明白 从一开始就只是搞不明白一件事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和我继续旅行呢 在我旅途的终点 我来到了一个叫做中近的花海的地方 你还记得吗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一起在其他星球旅行的时候 你说 希望可以在宇宙的某处 找到一片开满那种花的花海 而那个地方 那片花海 就那样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你觉得 那会是一种巧合吗 你是说 我也很想你 空 但在战争结束之前 在我得到那个最后的答案之前 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 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你 啊 这里怎么了 已经无主的空间 能够存在的日间也快到极限了吧 其实 在这里你我不仅无法相互触碰 从卡里沙尔消失时起 这个空间内的一切 也无法留存在任何人的记忆里 一切都本不应存在 我们这次的一面 已是如此 事到人心里 才这么说 好困 感觉头还是浑沉沉的 我比你醒来的稍微早一点 微谋装的村民说 他们看到昨天咱们两个睡在村子附近 怎么也喊不行 所以就把我们带回来了 对了 刚刚戴因来过了 好像受了点伤 确认你没事之后 就心事重重的离开了 没关系吧 那家伙 等等 让我回想回想 记忆中好像我们两个一起见到了那位 被你称呼为卡丽贝尔的人 他就是这次我们要找的失踪者吗 后来怎么样了 我没有印象了 真的吗 那可是关键情吧 还有吗 还有吗 后来还发生什么了吗 你们在这儿啊 睡得好吗 巴兰 看你刚从外面回来还这么开心 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吗 好事 嗯 不好不坏吧 这不是昨天 我们维摩庄也再次组织了一个搜索小队吗 总是只拜托你们这些冒险家来找人 也不是个办法 结果找着找着 忽然有人说他想起来了 他说 有一天的黄昏时分 他路过村外的一棵树下 见到了那个失踪的年轻人 他一个人在那里打瞌睡 后来好像是他的父母来了 叫醒并接走了他 一家人的脸上满是笑容 后来 大家也开始隐约觉得是有这么坏事 之前怎么就忘了呢 哦 对了 我们也想起来了 失踪年轻人的名字叫卡利贝尔 真是奇怪的名字啊 要是能早点想起来就好了 希望他未来能过得开心吧 至少这么一来 我们也算放心了 看来大家都以为卡利贝尔走了 也好 事情总算是有了一个结果 不知道阿托莎怎么样了 是不是最好也去看看他的情况 如果他没能想起来 就由我们来告诉他好了 刚才没见他在村里 我猜他应该又在那棵树下 走吧 过去看看 阿托莎 你是在这里发呆吗 是你们呀 我还想去找你们道歉呢 我参加了搜索小队 在路上也想起来卡利贝尔先生的事了 哎 真是的 明明是这么重要的回忆 我怎么会说话就忘记了呢 对我来说 他是那样匆匆出现 又匆匆离开 如果卡利贝尔先生想要试着否定这段时光的话 我会试试看的 从心底里对他产生的那些依赖 只要时间过得足够久 总有一天可以戒掉的吧 好啦 我承认我是在嘴硬 我其实是被甩了吧 不然卡利贝尔先生怎么会不来和我当面道别 而是直接离开了呢 不用安慰我 我没事的 就像卡利贝尔先生常说的 正是因为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 人生才显得可贵 嗯 如果他有良心的话 希望他能有机会回来看看我 最近真是辛苦你们了 我要去给结爷婆婆帮忙了 再见 阿卫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大家的生活也会回到正轨 对了 你前面说和卡利贝尔聊完发生了什么来着 啊 画片 哪里来的 让我看看 那里的电话 那里的电话 不来的电话 那里的电话